这块就是咱们复兴的水草麻草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看这个 这是红色的 这就是在市场上看那种 就是带红色的就是这种料做的 红色水草麻草的 这是比较少的 然后这个现在外边看着这种都是皮 皮扒掉以后里头可能草更多 于杰 辽宁复兴人 年轻一代的80后玉雕艺术家 也是最年轻的天工奖金奖得主 平时喜欢玛瑙的她 经常上山去寻找原石 回来构思加工雕刻 大自然总是给她更多的创作灵感 而对于她这样一个地道的复兴人来说 玛瑙是让她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的 当时激动得一宿都没睡觉好 因为就是从来不敢想这个奖 我参加这个奖已经有11年了 就是第一次获得天工奖金奖 因为我在釜新可以算是第三代 那个玛瑙人 所以说我那时候年轻一代的 确实只有我一个人获得过 剩下就是像我师父辈啊 师爷辈啊 他们也都获得过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获此殊荣的确是对她多年的玛瑙事业莫大的鼓励 而独特经历也让她的作品变得更加丰满 题材是来源于生活 来源于我自己 因为我就在农村生活 当时我就想把我自己的那种生活 就是农村时候的生活反映出来 因为这块料的颜色的原因是带黄颜色 所以说当时我就想了 做成困划地 然后后边远处还有那个家那个房子 风车 还有一个红车太阳 远处是远山 像一幅油画一样 这也是说玉雕界里头 可能没有人把油画和那个玉雕结合到一起吧 我这是第一次的 从父子的背影 到对梦想的憧憬 再到朴实 却充满浓郁色彩的香情 每一个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 这也代表着新一代的玛瑙人 更能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 有生活的影子 这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馈 那个翘色 那个翘色那个红韵档头特别漂亮 雕塑的那种风格 给老铁门介绍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是我们产自辽宁复兴的复兴玛瑙 于飞 于杰的弟弟 从小跟着哥哥学玛瑙雕刻 如今也干上了玛瑙交易的生意 而与众不同的是 他却是以特别的方式 这个其实也是好东西 因为晚上就是说的 这个看直播的人 就是有时间的比较多 主要集中在晚上 通过这个就是这个手段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复兴玛瑙 但是有很多人一了解之后 都深深地喜爱复兴玛瑙了 因为现在就是说的信息比较发达 就是网络交流的人就是特别多 通过各个平台 网络上能够认识的人 就是全国各地都能认识 这个是属于是一个玛瑙销售的 平台的一个升级 如今的复兴玛瑙 已经成为复兴的支柱产业 在复兴有着不同规模的 玛瑙集市和店铺 国内外来自购买和参观的人 也越来越多 产业的扩大 销售的升级 让更多的人了解复兴 了解复兴玛瑙 而一代代的玛瑙人 也在考传新兽中 不断传授和传承着 作玉先做人 所以说我们 我教徒的时候 肯定是有人品也好 然后他就教他们 去这个作玉先 我这个哨兵设计的 比较现代的雕塑 他是在日本东京大学 雕塑系毕业的 也是向我们玛瑙街靠拢 说我来日本学雕塑 想把两个不同民族文化 结合起来 我为他感到骄傲 每个人对传承 都有着自己的理解 复兴玛瑙之所以 走向全国 走到世界的舞台 都是因为传承者 从人动力 都有着很高的标准 也正因如此 复兴才成为 世界玛瑙之都 我觉得只要是你做精品 肯定会越来越好 随着一些个年轻人的加入 又有新的做法 新的题材 新的创意出来 肯定前景越来越好 那我们越做越精 越做越好 越做越美 那这个东西就会延续下去 复兴玛瑙 承载了太多历史和情怀 在经历万年后 提起复兴玛瑙 仍然是复兴人 最骄傲与温暖的字眼 它包含了复兴人的乡情 也像一枚勋章 牢牢硬刻在复兴人的心里 在未来的路上 复兴玛瑙 带着复兴人的骄傲 走在世界的每一寸土地上 让世界上更多的人 去品读中国的文化 去感悟复兴的文化 去体会那份 属于复兴人 执着的精神与智慧